第1579集 远处 苦慈大师去而复返 虽是一金身罗汉 平日间心中古景无波 但此时也露出异色 明明以作画 怎么还能复生呢 这难道是佛陀选中于庇护的人 苦慈才能在菩萨界耽搁这么长时间 让我等都误以为作画了 他喃喃自语 而后大步走来 询问情况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横渡过去海 又舍来生河 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两尊大佛 一个为阿弥陀佛 另一个为释迦牟尼 没有办法选择 最终朝前走 自养佛中监过 最后迷失了 阿妙依轻语 说出这些日子以来在菩萨界的遭遇 回来就好 他将阿妙依镇压九层石塔内 倒也没有坏心 认为他将来可能会挣得菩萨果位 百年塔中苦修非常关键 苦辞离去 不愿多打扰 你回来了 阿妙依轻语 正正地看着叶凡 缓缓地站起身来 身魂已经稳固了 他有些轻简 轻丝柔顺 神色甜胆出尘 明明站在眼前 却仿佛随时要成离沉而去的人 似无比的遥远 努力 艰难地回去 还是晚了 四顶后同样忘不了这一案 我便回来了 十四年了 没有想到还能再相见 叶凡与他并肩 一起走出兰陀寺 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 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 兰陀寺 崖陛下卧麒麟 小镜旁生枝草 是一个充满清香的地方 到处都是宁静与祥和 道很密布 你能来看我 真的很好 阿妙依如小女人一般笑了起来 名谋好迟 有些妩媚 有些温暖 但是叶凡却心中一致 觉得有些遥远 叶凡帮笼顺青丝 相伴他 向外走去 踏过鹅卵石铺成的小镜 走过一座座殿与亭台 并肩而行 在夕阳迂回中显得很温馨 我选择了修佛的路 而竟有了一些道果 我知道 库茨大师说 你能争得菩萨尾 应该不会很难 走上了这条路 需要心灵宁静 无欲无求 行也空 做也空 欲摸动静 无不空 纵将白刃灵头颅 犹如利剑 斩春风 叶凡神色一致 终于知道 为什么觉得安妙依 有些遥远了 并非两人的身份相聚过远 而是他心境不同了 人人都有福性 佛也是人 为何要舍下那么多 我不希望你走上这样一条路 人人都有佛性 但并非得人人都成佛 安妙依摇头 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了 他们默默前行 虽然很温馨 但是却像是有了一丝无形的距离 为什么修佛 时间有的是道法 你若愿意 我可以为你取来人足大地诛经 让你选择 我与佛有缘 适合修佛 叶凡想说什么 安妙依伸出了一只手 挡住他的唇 让他什么都不要说 一路走下去 过了很长时间 太阳已经落山 暗淡的兰陀胜山茧 输影婆娑 药草飘香 叶凡忠实忍不住开口 妙依 这条路不好走 不一定要走 有多种选择 何必自困西末呢 这就是我的路 当今如过去海 当躺过来生河 我的心是如此的宁静 告诉了我 该如何取舍 我 不愿你这样 叶凡看着他 原本为一代家人 却要从此清灯 伴古佛了 雀尘缘 这是何其的残忍 这有什么不好 我心中宁静 无比充实 千针一朵佛花开 明焰欲滴 我的道 尽在此中 万妙依说道 眸子中光彩流动 同我一起离开西墨吧 叶凡认真地说道 安妙依一声轻叹 望着他 眼中有不舍 也有留脸 但是却摇了摇头 忽然他扶住了额头 有一些冷汗流出 眸光亦有水雾 昔日 我摘到了 却忘记了过去 什么 叶凡抓住了他的手臂 而今又都一起了 可是十四年前你离去时 我则出了选择 安妙依的美眸中 滑落下两行晶莹的泪水 战道忘记 又已一起 有些印记是抹不掉的 一夜发眸光坚定 佛门讲来生不过是逃避 哪里有什么轮回 哪里有什么转世 我们所能存在于感知 都只因这一事 安妙依平静下来 轻柔地说道 不要执着 这是我的路 不是执念 是你真的不应该选择修佛 叶凡突然强横霸道起来 抓着他的手 与我一起离开西末 安妙依笑了 绝世容颜 一笑轻人成 一时间让整座 暗淡的圣山 都明亮了起来 你真的不想我修佛 是的 叶凡点头 他不愿安妙依 就此清灯伴古佛 孤老昔末 那也要等我正得菩萨位 可以行走世间时 现在万族病气 日外的圣人都要来了 不成菩萨 怎能行走天下 你不会是敷衍我吧 不是 安妙依奄然一笑 惊艳动人 没关系 若是有朝一日 你真的被佛所阻 我会来接你的 只要我当时无敌 没有什么可以阻拦 小男人有点霸气 安妙依笑容如涟漪扩散 机体光泽点点 青丝飞舞 眼眸如星 我等你来接我 叶凡点头 与他踏过几条灵脉 一起向圣山深处走去 将来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一定要相信我 正如我相信你 月光洁白 化作鲜鱼洒落 湖中水光点点 灵气飘散 叶凡以玉咬 摇起清澈的水 洒在安妙依的绣发上 帮他细发 闲光点点 在湖中连一样起 安妙依轻笑推了他一把 我自己来吧 让他远离这里 不久后 水花见起 他如一条鱼儿般 在湖中游动 洁白的洞体 宛若象牙 晶莹闪烁 远处 叶凡坐在火堆旁 烤一些野味 不知道为何 他感觉安妙依 真的有些远 尽管他那样说 将来会相聚 不多时 湖中的丽人出狱 轻步走来 劈裹着雨衣 将洁白晶莹的洞体 勾勒的曲线起伏 完美到极点 盈盈一卧小蛮腰 修长笔直的玉腿 没有一点的瑕疵 湿漉漉的长发 带着水珠 杨枝玉般的俏脸 有一缕淡笑 举手台族 风姿绝世 轻力出尘 宛如天上的仙子 雾坠人间 走吧 安妙依吃了一株灵根 并没有动那些野味 好吧 我送你回去 叶凡点头 站起身来 回哪里 不是要去兰铺寺吗 未来还很远 我知道你要远行了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我不是修佛者 你也不是人足圣体 我们只是一对普通的人 去过一段平凡的生活 叶凡先是诧异 而后拉起他的手远去 离开了圣山 告别了兰铺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他们像是一对平凡的人 双气双速 看朝阳出生 看夕阳夕落 走过草原 进过大漠 平淡而快乐 夜晚 他们一起仰望星空 夜凡只给他看 星空的另一岸在哪个方位 告诉他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时间短暂 过得是那样的快 天上繁星点点 月色朦胧 总会再相见的 安妙依起身背对着他 洁白而完美的背部 闪烁雪白的光泽 像是玉石一般 夜凡上前 拥着他象牙般的机体 不愿分开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愿做一个凡人 半个月了 你该走了 安妙依轻轻地推开了他 雨衣一闪 遮住了无瑕的玉体 神色甜淡 无比的清理绝尘 像是很遥远 像是很遥远 站在了九天上 耻的一声 一盏青灯浮现在他身边 灯心佛光一闪 一下子跳动了起来 青铜古灯 将他映衬得更加的飘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谢谢